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的长相也能受争议? 懂得都懂 袁冰岩的颜值为什么总是被极端化评价? 袁冰岩的长相一眼看上去虽然不是经验型的,但是也属于耐看型的 反正小编是看了琉璃美人煞后get到了小玄机的美呢? 评价如此褒贬不一的原因 骨香偏向南香,标准的长脸,但是下颌角和额头同宽 全骨较高加全肱外阔,比肌底明显凹陷,形成中面部没有少女感 爱你 五官属于数项紧错,如果没有妆容的修饰会显得上停和下停过于空白 她面部五官的分布和脸型,导致了她平面图可能不是那么吸睛 但其实从面部分析来看,袁冰岩的眉骨很高,山根也够挺拔 这两点放在一起,其实很能修饰侧脸的轮廓,非常能增加女性的气质 鼻子,很多人觉得她的鼻子不好看 我其实她鼻子单看是不错的,直鼻还带着点驼风感,高度也够,鼻翼也没有很弱 但因为她的面部过于清淡,其他五官也偏轻薄感,面中比较空 鼻子就显得体量稍微大了点,不是很和谐 这也是为什么她虽然是淡眼脸,但会觉得她浓妆更好看 因为浓妆加重了她其他面部五官的体量感,让鼻子没那么凸显了 整个脸就和谐了很多,明艳度也提升了不少 眼睛,袁冰岩的双眼皮线条流畅自然,并且弧度可爱 属于典型的性眼,加上饱满的卧蚕加持,在视频和动态图中就会显得非常的灵动可爱 她的眼型是没有大问题的,只是眼中距比较近,加上她面中部整体都很扁 但除此之外,这位袁冰岩小姐姐的演技是真的没话说 袁冰岩的长相有较强的可塑性,可言可甜,武打身段好,对人物的把握力很强 我觉得她可以胜任好多好角色 浮华盛世,你独守一份坚持,砥砺前行,专心打磨好演技,星光璀璨 你一路披荆斩棘,不念过往,未追梦风雨兼程 祝清好